全台大客車人力荒至今難解 六度加起來缺額將近兩千人 桃園市就向中央喊話 建議可以參考日本 開放外籍司機 客運業者雖然是樂觀騎乘 但是也建議要有相關的安全配套 和法律規範 若有後續的肇事賠償 理賠也要理清 正在駕駛大客車的 奈吉利亞級駕駛蘇艾德 太太是臺灣人 有臺灣居留權工作權 去年開始在豪泰客運工作 目前每週五天行駛台北 往返新竹的國道路線 全台大客車持續鬧駕駛荒 六度加起來人力缺口將近兩千人 其中桃園目前人缺258位駕駛 占全市駕駛人數的26% 桃園市府日前喊話中央 仿效日本開放外籍司機 我們會給他適當的訓練 讓他對這個語言對話上面 文字的辨認上面 有基本的訓練 有民眾贊成 也有民眾反對 語言不通其實也還好吧 現在也有翻譯機 手機有翻譯機 提升臺灣的就業率 比較重要吧 畢竟失業的人還是很多 對那工作環境 也是要做改善 針對開放外籍 解駕駛荒 客運業者 雖然樂觀其成但也建議要有相關安全配套 及法律規範 若有後續造勢賠償 禮賠也要釐清 相關的安全配套 或相關的法律規範 的這個部分 也會希望能夠有相關適當的配套 外國人主要是 如果有一些後續造勢賠償 禮賠的部分 這可能部分要釐清 疫情時公車減班 不少駕駛轉航開貨運或轉職 疫情舒緩 流失的駕駛也找到新工作 不願意回來 讓駕駛荒至今難解 該不該開放外籍駕駛填補人力缺口 也考驗著政府的智慧 記者 詹淑雲桃園報導